第五波疫情日趋严重,首当期冲的餐饮业行业,受到巨大冲击,酒楼因于农历新年前后,失去了晚市的黄金赚钱当期,不少大型门店正步入结业的边缘,随着抗疫措施无止境的延长。 2月中后,酒楼结业潮将开始涌现,酒吧餐厅情况也相当类似,随着结业潮出现,空置的大型食事铺位会大幅增加,为以疲弱的铺市,带来有一次的调整危机。 事实上,去年第二及三季,疫情开始受控下,铺市成交也开始回升。市场也相信,餐饮业会成为推动楼市复甦一大动力。 不过踏入第四季后,随着Pomacron的出现,导致政府连番的严控措施。 餐饮业中,指正茶餐厅及两送饭店能撑得住爱。 其他同类行业,不少也受到不同情的打击。 卡拉OK及一些的西餐店,经营同样困难。 明星酒家及陆宇茶室的相计停业,如是民生饮食店铺的租售价。 在未来一季,有机大幅调整。 各类物业中,住宅类别所受的影响算最少。 但一手楼的销售,也被逼停止。 所剩的二手楼放盘。 也因疫情关系明显减少。 银行股价方面,上月份股值平均减低约2%。 未来一个月,估计再减1%。 放盘业主叫价普遍软化,但未至恐慌性匹价放售。 另一批业主则采取暂时封盘策略,以免被买家强力压价造成低价成交。 因此住宅楼市的半停顿状态,可能要多维持2个月至4月中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